内地开展清理网络暴力的行动 聚焦微博、支付等互联网平台 国家网信办开展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 要求新浪微博、抖音、支付等18个网站平台 建立健全的识别预警制度 严防网络暴力信息、传播扩散 及时清理相关评论和弹幕等内容 加强处罚、违规、违法账户 推动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 友善评论、理性发声等等 当局会组织督道检查 严厉处罚、执行不力、问题突出的网站平台 无人驾驶初创公司小马智行 获广州市南沙区批准经营出租车 是内地首间获得出租车牌照的无人驾驶公司 获百度和日本车厂丰田投资的小马智行 获准5月开始安排100架无人驾驶汽车 在南沙提供收费的出租车服务 准则是跟随广州市出租车统一定价 百度和小马智行 旧年底亦获准在北京开展出行服务商业化服务试点 苹果公司手机供应商鸿海 拘捕两家内地工厂因为疫情要停工 拘捕鸿海江苏昆山四间工厂当中 有两家因为出现确诊病例 上星期三开始暂停运作 所有员工都要留在宿舍 报道担心苹果的供应链面临风险 但凭博引述鸿海强调 河南郑州的厂房仍然正常运作 厂房所在的郑州航空港区 告布上星期四开始封红 但关键部门员工可以上班 人民币中滩价连跌4日 并创超过8月的新低 银行今天开始全面降准0.25个博分点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滩价 最新报6.4909对1美元 较上个交易日跌313点指 是自去年8月23日以来的低位 现货人民币偏远 在岸价早段跌近200点指 在6.51水平上落 离岸价曾经跌超过300点指 在6.55水平陪陪 另外人民银行进行100亿元 人民币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天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没有在市场投放或者收回资金 两夫妻预算以1300万 升级至一个邻近市区港铁站 最好拥有开放式厨房 或者可以改绩成为开放式厨房的两房单位 究竟市场上有什么选择 不少新冠患者康复后 出现专注力变差 记忆力衰退 脑疲倦等脑部长新冠问题 令脑部成为热门话题 究竟新冠病毒 怎样影响患者脑部 最强生命线 今晚8点半 无线财经资讯台 有从事分价金色生意的负责人 看好市场前景 有意由写字楼转移到开地铺 在哪里开铺比较合适呢 天天游楼看 今晚9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 人民币星期一 倍价急跌至一年低位 分析认为 内地近期经济数据疲弱 加上美元持续走强 人民币短期难以扭转弱势 如果你说会否容忍到什么位置 现在很多央行 举例日本央行 不想日本日元这么弱 都很难做到 因为本身那个客观环境 就是偏弱 很难採取一个人为干预 令到它走强 这个是不可能持久的 人民币你要说 美元有机会升到上去 如果从技术上看 是大概6.68的水平 联储局可能在未来几次会议 是加大加息部分 这个也都进一步 令到美元会走强 所以短期看的话 美元的强势是会持续 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慧宇 被中纪委调查 H股股价曾急坐一成以上 创超过一年低位 代替田慧宇主持工作的 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黄良表明 对股价波动非常紧张 会和投资者深入沟通交流 强调招行上市以来 营业收入每年平均增长近两成 对未来充满信心 因为在业务、客户和管理等 都已经有强大的发展的基础 形容资产负责表安全稳健 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等等 做具都值得投资者放心 虽然股本回报率已经很高 但仍然可以保持内生资本增长 港汇持续疲弱 创近两年八个月以来罪弱 港汇早段曾经再低 创建7.847的水平 是2019年8月28日以来最弱 港元策息就全线向上 当中策息挂钩案欠 即是H案的主要指标 一个月策息年清三日 报0.20以来 创三星期的高位 反映银行资金成本的三个月策息 亦都年清三日去到0.55以来 是自3月31日以来最高 市场担心美国会大幅加息 港股跟随外围受压 下午曾经失手2万点 恒生指数今早早低看353点 跌幅随积扩大至超过600点 内地疫情蔓延至北京 海底撈急射近1成3 同业核部核部也跌8% 九无九就跌7% 招行前行长严重违纪被查 招行跌近1成 其他中资金融股也都是挨沽 新华保险预告上季可能小赚8成 股价急电1成4 其他重磅股也拖低大市 有邦回控跌2%至4 内地开展清理网络暴力的行动 半身股支付再创22.5%的上市升低 其他科技股也受到牵连 阿里巴巴跌4% 腾讯跌2% 香港投资基金工会表示 香港较严厉的防疫措施 导致金融人财外流去到新加坡等地 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促请政府尽快放宽 因为在最近几个月中 我们已经看到更多的 relocation 一些这些可能会是 temporary 但如果我们继续有困难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 在匯斯站文說 施放異常波動 外匯基金短期表現難免受到影響 當局將會因應施放變化 靈活管理外匯基金 包括在美國加息的預期之下 外匯基金增加現金和浮動利率債券的比例 也會適當地調整非美元資產帶來的外匯風險 以降低美元進一步轉強所帶來的賬面匯對損失 同時通過持有抵禦通脹的投資產品 以及加大長期增長組合下的另類投資 更加有效地分散風險 當局也會繼續提高資產組合的流動性 確保有需要時能迅速提供資金 維持香港的貨幣和金融穩定 和配合政府提取財政儲備存款以應對疫情 人民幣會價跌超過一年低位 有關適應為美元持續走強 人民幣短期難以扭轉弱勢 內地全面降準 現貨人民幣連跌五天 境外市場的離岸價跌至超過一年的低位 官方也連續第四天 調低人民幣中間價至到6.4909對1美元 較上一個交易日跌313個點子 創超過8個月的低位 在灣仔一間交換店的牌價 每百港元可以兌換81.5人民幣 有分析認為內地疫情惡化 令到近期的經濟數據轉差 再加上美元走強 繼續拖累人民幣持續走弱 如果你說會否容忍到甚麼位 現在很多央行舉例 日本央行不想日元那麼弱 都很難做到 因為本身的客觀環境是偏弱 很難採取一個人為干預 令到它走強 這是不可能持久的 人民幣來說 美元有機會升到上去 如果從技術上看 大概是6.68的水平 聯儲稿可能在未來幾次會議 加大加息部分 這也進一步令到美元走強 所以短期看美元的強勢會持續 外管局前國際收支CC長管圖 在第一《財經日報》站文時指出 近期人民幣匯率調整在離岸市場驅動 反映外資在境內減持人民幣金融資產後 在離岸市場救匯令人民幣疲弱 他又認為只要疫情有效受控 經濟復甦前景明朗 市場信心恢復外資隨時都可能回來 人民幣也會重新得到支撐 無線電視記者盧培恩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盧培恩報導 我們下載到